速度出面替外甥孫安佐抱不平 迪嬰的亲姐姐迪梅惨遭网友炮轰 还有人到她的脸书骂三字经 穿出这都让迪梅不能吃不能睡 身高160公分的她 短短两周就瘦了10公斤 跌破40公斤 给我们安佐一个讲错话 悔过的机会 谢谢 我妈最近又要开张 我又要出火 两人现在都只能用LINE来联络 因为怕听到彼此的声音就会崩溃 姐妹情深静在不言中 短短的25字是迪嬰在周二传给姐姐迪梅的 说你放心要照顾好自己 不要担心我 现在什么都不要讲 怕你被骂 惹得迪梅速度哽咽 但现在案情还是胶着状态 传出夫妻俩高价聘请的王牌 律师跟当地检方律师关系都非常好 也就是这个背景 很可能间接让孙安佐认罪 跟检方法庭关系要好对被告 也就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检方也需要做功劳 当然这一次孙安佐的利益 也可能就不会是优先考量 介绍去买周一迭他又报道